我在一個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的地方 裡面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跟我說 我不想說話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起雞皮 Hello 大家好 我是Dora 上一次前世的回數影片 大家反應都很熱烈 也有很多人留言跟我說 不如你試試去做催眠吧 其實我在Youtube做Search的時候 我看到有些PD催眠師自己弄出來 你自己可以在家聽著那個聲音 去催眠自己 但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專業人士 又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我會很害怕 亦都很害怕會不成功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 找催眠B-boy做前世的回數 Let's go 這位就是今天幫了催眠的催眠師 Jonathan Hello 你好 之前已經跟Jonathan溝通過了 他都叫我不要抱太大疲愛 不要上網看太多資訊 這樣會影響你的結果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放鬆自己 好 我們開始 好 如果你都對這些特別題材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吧 可以試試閉眼 對 深呼吸 對 尤其是 呼氣的時候 個人放鬆了 如果有壓力 全部都放出來了 現在做一個最簡單的一個訓練 如果你的右手握著水桶 水桶開始有水了 越來越多水了 越來越多水了 對 越來越多水了 對 越來越多水了 很重很重 很重很重 剛才有什麼感覺 手在動 動 是否你自己想動 其實就是你的前意識 根據我所說的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 數到3的時候 多說你的前意識 喜歡去多遠就多遠 這一世裡面也可以 可以去到上一世也可以 或者是任何一個前世也可以 多說你的前意識 我給你自己去決定 還有一個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的地方 這條影片是由ShapeShop贊助的 我想最近也有很多人想放VPN 保障自己的網絡安全和私隱 因為真的不知道 香港什麼時候不能再看Youtube 可能真的要回一場才看到 而且放了VPN的話 就可以在Netflix那裡看不同的劇 因為有些劇是在某個地區才可以看到的 例如我最近很喜歡看的這一套 Dr.Foster 這一套是之前韓國很Hit很Hit那套 《夫妻的世界》的美版 在香港地區的Netflix是找不到的 但只要你在VPN那裡 轉一轉美國地區 就可以即時看到了 現在它還有30日的退款保證 如果你試完之後覺得不對的話 都可以申請退款 你只要申請一個帳號 你的電話、iPad、電腦都可以用到同一個VPN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它比起其他VPN便宜成一半有多 而且現在你只要用我這個POMO Code 就可以有85折優惠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看Ecobox 賣完廣告 繼續去片 距離我嘗試催眠之後 其實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 那為什麼過了這麼久才拍片 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呢 是因為其實催眠師有跟我說過 有些人做完前世催眠之後 都會發夢夢見一些自己前世的畫面 所以我就想等一下會不會看到一些其他畫面 結果是沒有的 不過這次催眠 就真的看到一些關於我前世的畫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在哪裡 我去哪裡 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催眠的過程和感受 體驗完之後 我就跟我身邊的朋友說我去了催眠 他們對這件事很好奇 就好像一般人看電視劇一樣 以為催眠是用一些裝飾或懷錶 但其實不是 而且他們以為進入催眠狀態之後 會失去意識 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即是可以被控制 但原來這些都是一些謬誤 當然我不排除有其他方法 可能是這樣 但以我自己經歷過的這次催眠 我是閉上眼 聽著催眠師說話 很清楚100%知道我現在身處在哪裡 我在做什麼 我在聽催眠師說什麼 我會有任何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是被控制我的意識 是沒有的 但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覺得我的腦裡面 或者心裡面 好像有另一個我 在跟我對話 當催眠師問我的問題 那個我 他會帶領我去答那個問題 感覺是很神奇 他會跟我說什麼呢 就是當催眠師問我 Dora的前意識 可不可以讓她進入她的記憶裡面 寄起一些事情 寄起她的前世 然後我裡面的那個我 他就會回答好或者不好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前意識是跟我說 不好 我不想的 但因為我自己 我本人 我很想知道我的前世是怎樣 而且我真的很想嘗試一下那種感覺 所以 這件事在後來才跟催眠師說 其實他是說 不應該這樣 而且最搞笑的是 到最尾段的時候 催眠師問我 Dora的前意識 你可以讓多華繼續去探究她的前世 裡面那個我 不知道為什麼跟我說 我不想說話 他這樣跟我說 然後我就直接跟了催眠師說 Dora的前意識 如果讓Dora 接觸多一點 清楚一點 外置 很久以前的一些資訊 一些記憶 安不安全 我說不想說話 那 是不是應該讓她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我看到的畫面 去到那裡就結束了 就是因為我的前意識說不想說話 不是 有兩件事我覺得很神奇 第一件事就是 一開始未進入前意識的時候 催眠師是比較感受一下 到底催眠是怎樣的感覺 幻想手和手之間 是有一塊很厲害的磁石 又或者是手綁著一個很厲害的氫氣球 然後我的手真的會不自覺 不是我自己動它 是真的它自己會遮起了 而且兩隻手會感覺到 它之間有一點點磁力 然後最後是吸收了我的手 那一刻我自己心裡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真的沒有硬動手 而且當我進入催眠狀態的時候 我是覺得整個人很舒服的 甚至曾經有一段 我的感覺是 感覺不到我的手手腳腳 是好像浮在半空中 很舒服很舒服 沒有任何的約束感覺 第二件事就是 時間方面 當我進入催眠狀態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有意識在做什麼 所以我心裡也有個鐘在走 那時候我以為自己的催眠 是大約進行了半個小時至九個小時 在我那個時空中 我是這樣覺得 但當我一醒來 我看回鐘的時候 我發現差不多兩個小時 我看到真的嚇了一跳 因為我一點都不覺得是催眠了那麼久 還有我男朋友跟我說 我每次回答催眠師的問題 都是拖十分鐘才說出口 但我自己的感受是 她問完等一兩分鐘我就回答 但她們的世界是我過了十分鐘後才回答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很神奇 我講完催眠的過程和感受之後 就講一下我到底進入這個潛意識之後 看到我的前世到底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按進來 是期望聽到一個很完整的故事的話 可能會令你失望 因為無論是催眠師 預先跟我說 還是我看到的都是很零碎的畫面 因為她說 其實要看到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是要進行幾次催眠 又或者是 那個人很容易進入你的潛意識 才會讓我看到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大部分人都只會看到一些很零碎的畫面 我看到的畫面 一共有四個 還有所有的畫面 我都是以第一針的視覺去看這些東西 我是知道自己哪一個人 然後是看到我的衣著 還有我身邊的一些東西 剛才我第一個看到的畫面 就是在一個古代的街上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一件這樣的東西 也都沒有在電視劇裡見過 它是一幢灰色的牆 然後牆與牆之間 會有一條紅色很粗的圓菇柱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有個穿著長衫的男人 泥色的長衫 裡面還有一件白色的打底衫 他在牆之間走著 而我的感覺就是我和這個人是不認識的 然後我就看到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穿著一套藍色的長衫 長衫褲 還有我有件背心的 那件背心就是那些刺繡花 上面的圖案就是淺黃色和淺粉紅色為主 然後我很記得就是我對鞋是紅色的 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樣子是怎樣的 但是不知為何我感覺上 就是我的髮型是有稍微打扮過 然後有兩套東西在那裡 不可能形容我盡量找一張圖給大家看 那時候我看到的畫面就只有這麼多 但是當村民司再跟我溝通 說你還有沒有看到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就開始慢慢地浮現其他東西出來 底下看到的就是一些新的 木色為主的一間類似酒樓那樣的東西 它是有兩三層高 然後門口會有紅色的燈籠 還有我看到一個小女兒拉著我的手 那我小女兒穿著一套粉紅色的長袖衣 長袖褲 然後她對著我在那裡笑 是笑得很開心 很天真 她的牙是很可愛的 那些苦牙 然後她的臉是有那些貓紋 但是我完全沒有印象 因為我又見過一個這樣的小朋友 在現實生活中 可能看影片的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你前世生的一個女兒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雖然我認識她 但是她不是我的女兒 而且我感覺上 我是一個未結婚的單身女孩 然後當春眠師跟我說 你還看不見其他東西 有到我去再看多一點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突然轉去另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也是在古代裡面 但是我就在一個比較室內的地方 剛才就在一個大街上面 這一次我就站在一個類似花園的地方 就像古代的庭園 然後我對著的畫面就是一個古代的那種廣門 好像在等著什麼 而今次我也是穿著一套藍色的衣服 不過有一套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今次的鞋子是白色的 而且我手上是拿著一條絲巾 它的角落頭上是有個瘦花仔在的 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春眠師是不停地問我 你有沒有看到自己的樣子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有沒有人叫你的名字 我是很努力地想知道我是誰 我的樣子是怎樣 但是我是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不過有一件事很神奇的就是 就算我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我會感覺到面上的一些特徵 但我會覺得自己的面上 會有一顆好像綠豆那麼大的蜜 但我看不到那顆蜜到底是在面上的哪裡 我就是覺得我面上有顆蜜 而在這個畫面裡面 我就沒有看到其他人 感覺就是我等著一個男人回來回家 順帶一提就是 我自己覺得 第二個畫面裡面的我 和第一個畫面裡面的我 是兩個人 第二個畫面的我 和下一個畫面的我 都是同一個人 而第三個畫面 我完全全是在室內裡 這次也是一個古代環境 我就站在窗邊 這個窗是用木造的 上面是一些木雕的花 是做得很漂亮的 手工很精緻的一個窗 窗是打開的 我就在看風景 窗外面就是一個湖 和一些花花草草 是一個比較野外交和的地方 我感覺到我自己那時候的心情很漂亮 在看風景很閒 但我當時站在那間屋裡 樓頂是很高的 我想應該有兩米半到三米 頭頂的角落頭 有一隻很大隻的岩蛇 真的很大隻 這麼大左右 然後我看到是覺得 不是害怕的 但我覺得很討厭的 而我在現實中 我是很害怕很害怕的岩蛇 我每次只要看到它 我就起了雞皮 我是從小到大 但沒有原因 很害怕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前世有關 但我今次看前世的畫面 就是看到一隻很大隻的岩蛇 而在這個畫面 我就是穿著一套粉紅色的長袖 衣服 上面是沒有任何刺繡的 就是普通的絲質 感覺就好像一套家居睡衣 這個時候 Trimis也在鼓勵我看多些 當我好努力地想知道 到底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看到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腦是浮現了 第二個世紀第二個國家的畫面出來 但那個畫面是一秒鐘 閃過 停留兩三秒 我看到的畫面 就是一個西方的國家 在一個好像矯陣的地方上面 整個畫面 整個顏色 都是那些很古老復古的顏色 就是黃黃舊舊的 而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有一種建築物 上面很清楚地看到一個鐘 眼前最近的東西就是一個人 白白來的 穿著一套啡色的長禮服 他就是拿著副拐掌 和戴著一頂黑色的膏帽 就是那種看電影會看到的那種打扮 在這個畫面裡面 我看不到我自己是誰 這個畫面一聲就走了 然後我就再跳回到第三個 我站在窗邊的畫面 我在那裡停留很久 我都看不到其他東西 那時候 催眠師就問我 多娜的潛意識 可不可以讓我再看更多東西 那這個時候 我的潛意識就很搞笑地跟我說 我不想說話 所以這個時候 催眠師覺得我 不太適合繼續進行催眠 所以他就叫我回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回來的途中 我又看到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很特別的 和之前幾個畫面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我就感覺到我自己是坐在一個床邊 看到的東西就是一個窗 兩邊都有紅色的窗簾 那時候風很大 所以窗簾是在動著動著 前幾個畫面我都很明顯的感覺到是陽光普照 但這個畫面我就覺得是 臨近就是天黑 或者是好像想下雨的那種感覺 而這個畫面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而且我看不到自己在穿什麼衣服 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這個時候的我 是一個已經結婚的女人 而且我是結婚沒有拿的 我那時候的心情是不太開心的 哇 不知道我現在起了雞皮 以上這些就是我今次催眠之後 看到的一些前世畫面 我要說的就是 其實這些所有的畫面 只看到我自己 人一些物件 但是我是完全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個人 我叫什麼名字 我的樣子是怎樣 處於一個什麼的年代 還有我做什麼 通通都是不知道的 我純粹只是看到那個畫面 但是有些地方很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在不知道哪一個畫面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一種很想哭的感覺 突然間覺得很痛 還有我看第三個畫面 我右眼是忽然之間很痛很痛 有東西刺著我的眼睛 那種感覺在我醒了之後 就完全消失了 是很奇怪之餘 也很神奇 其實我在催眠之前 我都已經做了很多的資料搜集 我是知道其實催眠 看你的前世 未必真的是你的前世 是有機會 是你自己的大陸 幻想出來的畫面 所以到底我看到的畫面 是不是真的我的前世呢? 這件事真的沒有人知道 亦都去證實不了 因為我無可能坐時光機回去 看看我到底我的前世是怎樣 但是無論我看到的 是不是真的我的前世都好 我覺得這個催眠體驗 都是一個很不錯的經歷 占卜通靈那些 純粹是滿足自己好奇心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是一個 偏向心理輔導 所以如果你問我 你真的對前世這件事 很有興趣 到底去占卜 去通靈 還是去催眠也好 我是100% 建議大家催眠多些 因為是真的實實在在 這樣 你會感受到 而且如果你心裡 是有些事情 你很介意 很在意 很想有人幫你的話 是真的會有個專業人士 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有機會的話 我都會很想再體驗第二第三次 看看會不會再看到這麼多的畫面 再次感謝Jonathan 這次幫我進行催眠 之後呢 我有機會的話 都可能會再進行催眠 又或者嘗試其他不同的實測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訂閱 讚這條影片 以及追蹤我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